V3系列跟Mini 3 Pro都是支持4G模块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使用 今天我来用一下 刚好我这台带的是带一个4G模块的 首先取出来 这个时候还要把4G模块单独给它取下来 因为我这个模块还没有装卡 飞机先放一边 这个是要装SIM卡的 但是装的话比较麻烦 还是把这个拿出来 要用到我们的手机卡 没有卡针 先用牙签顶一下 我这个是连通卡 不然在老家会不会信号很差 这个店里不是很多 这个是满电的 先把卡装上去 这里有一个小卡扣 打开 然后直接把卡给塞进去就可以了 按照它这里画的这个形状 那就是这样子 OK 塞进去了 装好之后塞回来 连接好连接线 装到飞机上 连好飞机 这个时候还不算完成 至少你要开机检查一下 开机 有4G模块就可以实现在家里遥控你的飞机 但是信号一定要好 我不知道在农村它的信号怎么样 反正至少我可以实现我坐在客厅 然后飞机在外面自己飞 然后开机完成 我们来检查一下 遥控器也是要连接上WiFi的 我来连一下 好连接好了 打开APP 录一下我的账号 这里我的配件点进来 点击够 这里已经显示 显示这个4G 然后要打开 然后要获取这个验证码 增强图层已经开了 4G也是满格的 现在我拿出去外面飞 电子的夹角 所以它信号很差 像这样给它飞到一个30米的距离 那它收心就很快了 现在已经刷新返航点了 好了 然后现在我拿到室内去 让它使用这个4G模块 现在遥控信号开始降低了 但4G信号还是满的 现在开始往前飞 我预传信号也确实很好 已经走到室内过来了 来4G 有电线 幸好我及时后退了 先上升高度 先后退一点 有电线就要这么应对 然后上升高度 因为在农村的话 很多电线都是裸露的 你看现在往下看 看到没 电线卡 看到没 再上升一点高度吧 你觉得这个很烦的话 点一下 它就没了 OK 因为是在室内 所以它的飞行距离到一百多米 它就没信号了 我现在往前飞 我就是要让它的遥控信号断了 然后用这个4G来飞 遥控信号还不断 我已经飞到隔壁村去了 对不对 4G模块的话 高度就不要太高了 我就保持在一两五十米就OK了 这一台潮信号 你看这是隔壁村的 现在的 你看到没 阿锡 还要再往前飞一点 你看阿锡遥控是全红 但是它的涂床依旧流畅 阿锡已经没了 现在完全靠4G在操控 现在就爽了 这家就可以实现爽飞 OK不说了 我也爽飞了 好了 4G模块就是这样 其实在农村的话用处不大 因为农村本身咱们遥控信号好 在城市的话 作用就比较大 毕竟城市的话是遥控信号很差 但是手机信号很好 农村是相反的 遥控信号很好 但是这个4G的信号很差 不幸大家有空去农村 然后用这个手机 打一边打视频通话一边走就知道 经常断打 好了 本期视频帖就到这里了 拜拜